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儿没事 我把它接到我们家 放心吧 是吗 四海 你给评评这个礼 月儿 慧芬给你包着点饺子 还热着呢 你先吃点东西 我吃不下 我心里堵得慌 这个死家福 他为什么要携款逃跑呢 现在好了 我也成了同谋了 四海 你拍着胸脯说句良心话 我们家家福是这种人吗 你摇头是什么意思呀 月儿 家福去新京的前一天晚上 我们哥俩还在一块喝酒呢 他要有什么心事 我能看得出来 我相信家福的为人 说不定 出什么意外了 意外 什么意外啊 他带了那么多钱 不会被 被绑架了吧 不会 有人 在宾馆旁边的巷子里边 还看到他呢 确定是他吗 确定 他的的确切拿着钱套跑 月儿 我相信家福一定会回来找你的 家福是我的兄弟 我了解他 不管有什么言人造成他协款套跑 我只是希望一定要劝他回来自首 把事情说清楚了 把钱还 你要想办法把他留住 我来说服他 千千万万不能干啥事啊 把事情说清楚了 认罪态度好 政府会宽大处理的 月儿 这可是家福最后一次机会了 月儿 我说的话 你听见了吗 要是月儿 去吧 你放心 只要他回来 我一定让他自首 吃点东西吧 怎么样 怎么样 赵丽娥不是共犯 我从她眼神里已经感觉到 她真的是不少 你是不是一进去 就把大实话全给她倒出来了 我一猜就这样 我怎么说你啊 我听她们说 她很冷静 冷静得可怕 我告诉你 这赵丽娥 绝不是一般的农村妇女 你给我记住了 去 再问问她 我不能为力 对不起 思涵 思涵 这套妖女 你们进来吧 进来搬东西 把值钱的东西都拿走 来啊 雪翰钱 你们摸着良心想一想 雪翰钱是怎么挣来的 要不是我们家家福 领头办了龙心纺织厂 三年来她没日没夜地干 你们每家人家能拿出两百块钱吗 这次是走私皮棉 罚了五万块钱 他为这五万块罚金 背了一身 背了一身的债 那你们每家人家 背着五万块罚金 拿出过一份一泥吗 那 他也不应该卷着钱跑啊 家福卷没卷钱还不一定呢 不还在调查吗 反正我还相信安哥 他不是那种人 他要没卷钱跑 那河南的公安怎么会追到咱虚村来啊 那这四十万机子款哪里掉 是 四十万 不是小叔父 是巨款 可是当初机子的时候 家福是给大家利息的 那利息不比银行够吗 军盘下来 一会儿再拿四百块钱 就四百块钱 你们不能等等啊 就这样别害嫂子 他嫂子刚才也说了 要不是俺哥办这个村办企业 咱现在能有这个好日子过 咱们得讲良心哪 得讲良心哪 许家禄 你少在这儿为你哥开脱 要不然 你把我们的钱还上 我们就不来找赵燕额要说法 你去别还了 我 我哪有钱哪 家禄 别说了 有本事进来 进来拿东西 让他们进来 嫂子 现在搬东西 走 走 快点 到你们这儿 我给我去 喜悟的 喜悟的 请不吝点赞 来 还是要在哪 我这么在这儿 但服VEN 都不可能 你不够 在'S risk 上次 Goo 话 没有讲 草 母 rear 来 达子 什么事啊 我看见大波了 在哪儿啊 在北山 我看起来的时候看见的 让我努力告诉您 晚上去一趟那个北山的半山坡 那有个山洞 真的 真的 这件事情 告诉过别人没有 包括你爸你妈 我没说 大波说谁也不能说 包括许君 谁都不能说 包括许君 你放心吧 好 那 去吧 谢谢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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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佳芳 月娥 佳芳 月娥 月娥 你打我干什么 你把那些钱都弄哪儿去了 都在啊 一分都没少 那你为什么要写款淘宝啊 我跟俊儿受了多少罪 你知道吗 我杀人了你不知道吗 为 为什么呀 那天晚上 有个小偷 进了我们住的那个小旅社 想拿走 装钱那个旅行包 他出门的时候 我 我就醒来了 我这着急忙慌的 没顾上叫许强 我就追出去了 所以那个巷子里 在抢包的过程当中 他拿了一个石头 我就砸我脑袋 我就 一着急我就拿身子 把他勒死了 我突然说 然后你拿着急忙 我把我帮忙 我拿着急忙 还要把我帮忙 我把你帮忙 把我帮忙 你帮忙 你把我帮忙 你帮忙 我把你帮忙 你帮忙 我帮忙 上咱家去的 我竟就走了 我去了云南了 钱呢 在这儿 我拿给你 都在这儿了 家父 我有个主意 你到海东 租个房子 找个提斯柜 给他吃上安眠药 但别让他死 然后 你用汽油电货 把任何房子都烧了 我就去报案 说你给我打电话了 你的钱 都被人抢了 你不想活了 想自杀 月娥 你又要让我去杀人哪 你已经背了一条人命了 还带着这么多钱 逃了这几个月 这两项 就得枪毙你两回了 那是不一样的 那是失守 不是故意杀人了 再说钱都在这儿呢 一分钱都没少 我把钱得还给他们 不就完了吗 那你怎么办 你想自首啊 你要自首的话 起码判二十年 那我和军儿怎么办 你让我们一辈子抬不起头来吗 家父你听我说 我认识一个人 他弟弟就是跟着舌头 偷渡到南国去的 他说他弟弟现在活得可好了 过两天我就去找那个人 谈听谈听他的名字 你就连夜带着钱 偷渡到南国去 你在那儿站稳了脚跟 再把我和军儿接去 我们一家人 重新做人 南国 那人生地不熟的 我们去那儿干啥呀 家父 你行的 你看你一分钱都没花 几个月 你不是活得好好的吗 你还跑了那么多地方 再说 现在咱们有那么多钱 你肯定会站稳脚跟的 家父 你肯定行的 我们只有这一条路可走了 家父 你不是说过 要让我和军儿 过好日子的吗 你不要 我们走 是不是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 你变一下 老乡是哪里人啊 仓土 仓土 没提说过这个地方 回铁岭馆 铁岭啊 那还挺远的 来海东多长时间了 半个月了 看你这个年龄也不大呀 有五十吗 中岁四十 比我小半岁 老乡 怎么来世荒来了 家里过不下去了吗 去年的辽河大水清除我们 好像有点印象 去年八月二十二日 昌土三江口镇 东辽河大地掘口 你家里人都遇难了 你准备在这儿常呆吗 你准备在这儿常呆吗 去商丘 商丘有亲戚啊 我媳妇是商丘人 那你媳妇现在在商丘啊 在商业呢 在商业呢 没有什么事 不然 你跟我不想活 你不想活 跟小孩 我妈妈 坐在那儿 anywhere 我妈妈 你不想活 你就可以 老乡 拿着用吧 我媳妇被冲走了 我们全家都被冲走了 就剩我一个人 你想挣钱吗 有了钱 你就不用这么辛苦了 也可以买上火车票去商丘了 做钱啊 说实话 我给你搞了点了 不过不是好来不来的 值不少钱 你把它卖给废品收购站 卖的钱我拿七 你拿三 我算过了 你至少能挣两百块钱 我自己怎么不行啊 我是海东人 怕到时候警察会找到 反正你又不会在这儿久留的 警察找不到你 你也会想过去 明天凌晨三点 你来找我 这是我的地址 记住 明天凌晨三点 不能让任何人看到你 我给你 来了 要进来吧 才来啊 我怕別人看到我了 貨呢 一會兒就倒了 來 先喝點水 這樣 你先坐一會兒 我去看看貨豆 來 坐 我去看你 來 坐 我去看你 貨豆 貓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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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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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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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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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等了 去我家谈谈吧 就在这儿谈吧 高峰去办公室找过我了 您拨招的用户已关闭 奶奶 给我爸打电话了吗 他灌机了 是 真不应该让他一个人待着 事情没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当年开关验尸 那形势比现在凶险多了 我也挺过来了 那不一样 龙欣对我爸来说太重要了 他会崩溃的 无论如何 不能让他知道任何真相 那帮外带的事情 什么时候能批下来 沈航长那边应该没有问题 不过要马上飞趟英国 把英国该注册的公司 马上注册下来 保守估计应该一个多月吧 一个多月 跟我说实话 你们是不是也是这么想的 你们是不是也是这么想的 也就是说 高峰说的都是真的 徐总人让 高峰只能代表他自己 他就不是警察了 再说 他跟你说的一切都只是他的猜测 没有证据 猜测 你们为什么派人去南国调查 那个杀手是南国人 对不起 我不该说这个话 我已经违反了办案的纪律了 我明白了 去董事长 谢谢 谢谢你们 我也见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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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军找你了 马上滚到我的办公室来 许军跟你说什么了 许军跟我说什么 你都跟许军说什么了 你知道你行为的后果吗 谁给你权利 告诉许军这件事 你别着急行不行 经过我在上海调查 我觉得许军是无辜的 许军认为龙兴集团 现在的繁荣昌盛 是他努力得来的 但他不知道 在他努力的背后 赵卫越用许家福 给他扫清了很多障碍 所以你就贸然行动 高峰 你也当了八年警察了 你自己说 你这么做 符合警察条例吗 这是胡来 我没有胡来 你告诉我 他知道真相之后 第一反应找你去了 他什么态度 你说呢 完全崩溃了 你觉得真实吗 不像这也是 我觉得是真实的 所以啊 这佐政罗的判断是正确的 他没有说谎 他不知道真相 他是无故 他是局外人 我承认 这个办法 确实有些残酷啊 但对我亲来说 这是唯一的办法 我 我